1980到1989年,出生的人说好了,只能看,不许哭啊,仅此献给1980到1989年出生的人,当我们会守往事,也许是花相似,但人不同了,转眼间,我们真的已经长大。 80年代的人,也许你上了新颖的大学,也许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,或许,你已经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,甚至,你已经结婚生子了,但是,我们有一个同样纯真难忘的童年,金玉此文,谢给80年代出生的人,我还在想笑着我的18岁,可我却马上30岁了。 真的吗?不愿意去想,但不得不面对,曾经的年少轻狂,早已当然无存,曾经的画样年华,早已悄然而逝,80后的我们已经开始站在了20岁的尾巴上,面对30而立,还有多少人可以盎着头,信誓旦旦的说,我们依然年轻,是的,年轻就是资本,面对着90后的异军突起。 80后的我们是否还年轻?曾经,骄傲的我们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,奔走在陌生的城市,只为寻找内心深处最真的梦想。 曾经,生活得再艰难,都会想着只要自己努力,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。 曾经,单纯的认为,就算很小很小的一个房间,都可以经营自己最美的爱情。 当事业依然落入无为的时候,当爱情变得虚无飘渺的时候,80后的我们,是不是依然还会说,年轻不怕失败? 终有一天,我才发现,原来,80后的我们,都早已经老去。 我们不在轻狂,我们不在潇洒,我们不在坦荡,我们不在微笑,我们有的是对于生活的压力,我们有的是对于婚姻的恐惧,我们有的是对于未来的失望,我们有的是对于困难的却步。 面对工作,我们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激情,只希望能够有一半足够安稳的工作,有风险的工作都已经被排斥了。 曾经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走关系找工作的我们,面对着事业的平淡,连收入都无法给予自己温饱的时候, 我们不得不选择屈服,放下原本最高傲的脸面,开始寻求人际关系的最大化,工作的艰辛,对于我们无所畏惧,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将这份工作持续。 面对感情,已经不把婚姻当成爱情的升华,而是把婚姻当作是心情,我们不再渴望一份浪漫而刺激的爱情,而是奢望一段幸福而美满的婚姻。 曾经固执的以为,乡亲那只不过是70后,或者说更早一代的婚姻方式,然而等到现在才发现,乡亲已经成为了80后婚姻的主流方式。 一场场地乡亲,一次次的绝望,已经对乡亲产生了麻木和排斥,但依然奔波在乡亲场上,难怪,一个朋友说,我不是在乡亲,就是在乡亲的路上。 面对穿着,曾经过度讲究品牌感觉的我们,对于品牌,已经变得陌生。 除柜里的安柜的衣服,像工薪阶层的我们没有勇气再去试穿。 赚钱之后,才知道,原来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,我们不再讲究品牌,而更注重衣服的质量以及用途。 适合穿着的场合,不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,去血贫那些打折的衣服。 衣服不在于多,而在于体面,合适的,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 品牌只不过是一个虚化的东西。 面对社交,当越来越多的朋友有了家庭之后,已经没有多大的勇气再和他们一起聊聊关于生活,因为在他们的口中,都是关于家庭的。 而单身的80后,更注重个人情感的书法。 曾经嫉妒热爱的酒吧,KTV都不再喜欢了,已经忍受不了那种嘈杂,疯狂的环境,更喜欢坐在咖啡厅里或者茶馆里。 看看书,听听音乐,享受咖啡的苦涩,夜或者茶的清香。 面对家庭,家庭超越了爱情和友情,一切都将家庭放在第一位。 没有了原本的冲动,了解了父母的苦心,懂得去体谅他们的无可奈何。 原本单纯的家庭之间的关系,在某一天突然变得清晰,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原来一直都不那么单纯。 最值得相信的,除了父母,还有自己,越来越讨厌,走亲朋友,因为总是会有很多人问题,关于婚姻的某个问题。 面对于乐,突然发现,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少了,短信也越来越少了,有的时候甚至不愿意发短信。 宁可打个电话,匆匆挂掉,QQ也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闪个不停,退出了许多的群,有些群碍于面子,一直处于屏蔽。 只是偶尔选择几个群聊几句就隐身,再也不会为了游戏。 被请忘时的玩,更多的时候会捧着一本书,安静的看着。 面对购物,总会想着买东西的时候,是不是有什么赠品,而不会看着哪个好看就买哪个,不再会像以前那样,为了得到某样赠品,去买某样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 购物早已不是逛街了,而变成了有目的性的行为。 卖完自己想要的东西,就匆匆离开,一些漂亮、紧致的小板上,只是在柜台上欣赏完之后,放回去,再也不会带回家之后。 三近相抵,面对一切的一切,我们都已经会了深思熟虑,我们的心中,早已没有了童话,我们浪费掉了太多的青春。 那是一段如此自以为是,又如此狼狈不开的青春岁月,有欢笑,也有泪水,有朝气,也有颓废,有甜蜜,也有荒唐,有自信,也有泥芒。 我们敏感,我们偏执,我们顽固到底的故作坚强,我们轻易的伤害别人,也轻易的被别人所伤。 我们追逐于颓废的快乐,淘嘴于寂寞的美丽,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,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。 我们觉醒,其实我们已经不再年轻,我们前途或许也不再是无限的,其实它又何曾是无限的? 80后的我们,已经开始承着我们老了,没有了90后的青春,没有90后的激情,我们有的只是为了生活,进行奔波着的疲惫的心,偶尔微笑着告诉自己,三十岁的男人,我的美好年华才刚刚开始。 80后的我们,打一场哼唱淋漓球,也都心犹豫而力不足,很久没有运动,开始显露用重的啤酒度。 我不禁感叹,原来,80后的我们都早已老去,只是我们一直不愿意扶老。 今天,之所以去别与昨天,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心中,看不懂就退出,也别问,说了你也无法理解。 真的?80后的我们都老了,喜欢隐身了,不怎么爱在群里发言了,小孩都开始叫自己叔叔或者阿姨了,虽然经常不大情愿地反驳着,叫姐姐,叫哥哥,没那么分清了,遇到不公的时候,会告诉自己,社会就是这样,我每一条都符合,知道,我已经老了。 80后的生活前规则,可以不看电视,但电脑是必须品,出门蹦达吃三件宝,手机,钥匙,几十块零钱,永远不知道钱花哪了,没怎么吃,没怎么穿。 消极,拒绝长大,不喜欢被人说成熟,熟人面前失话了,生人面前一言不发,暗号中必定有一项是睡觉,成天泡在网上,又不知道做什么好。 80后最常说,那一句话是无聊,尽管他们在网络上聊天花去了大把时间,饿了就吃,经常早饭午饭并在一起吃,打字的手法相当不准确,但还是打得很快。 凌晨十二点前很少会入睡,什么都可以随便,因为没那么多时间,永远寂寞,不管你是一人独处时,还是身在人群当中,就像那首歌钟唱的一样,孤单,是一个人的狂欢,狂欢,是一群人的孤单。 好无理由的高傲,觉得别人不可能了解自己,并以此作为对别人不懈的理由,好无理由没有资本的高傲,果子里却自卑,期待肯定,期待认可,被讨厌做人失败的时候,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 80后的我们,有很多的梦想,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,80后的我们,有的出名,有的默默无闻。 80后的我们,挣扎孤彷徨过,还是挺过来了,80后的我们,退去青春年幼的稚嫩,开始适应社会打家庭,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,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,亲情的分与何,爱情的分与何,友情的分与何,曾不顾一切的追求过的,后来变得一文不值的,父母曾百般阻挠的事,直到自己受伤,才明白, 父母原来是对的,曾无数次的问过自己,为什么活着,到后来,已经懒得着去想活着的意义。 曾经以为一辈子陪在身边的朋友,某天某月,就突然发现他们都不见了,午夜醒来,才恶然发现,从来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,人越成长,越容易孤单,现在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? 或者说,还有多少人,一直坚持着自己年少时的梦想? 在家里,父母对我们百一百顺,出了家门,我们对社会百一百顺,看不惯的事情也就渐渐习惯了,不知道这种习惯是好是坏,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的梦想应该是什么,但有一点的是肯定的,不会再做一些年少轻狂的梦了。 当我们读小学时,读大学不要钱,当我们读大学时,读小学不要钱,当我们还不能工作时,工作是分配的,我们可以工作时,战国时代班的才能勉强找到恶不死人的工作。 我们不能挣钱时,房子是分的,我们能挣钱时,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,我们没结婚时,未成都是很艰苦的,我们结婚时,满城确切是婚外恋了。 祝愿我们所有80年代的孩子梦想成真,就算有点背,也不能愿社会,心若在,梦就在,人生如戏,一晃二十几年,有些东西你是否快要遗忘了呢? 细细的片吧,这是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回忆,趁年轻复习一下,这一时据的经典名记,曾经的感动80后童年专属,意义为你展现。 如果你喜欢欢迎分享,和为我们的童年留一份回忆和感动,因此,献给80年代出生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